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蕭川老師 現在時間是2月3號禮拜三 早上的9點57分號 台北股市剩下最後這兩三個交易日交封關 所以我們會發現到 今天在封關之前 最後的一兩天左右的時間 台股會有一些震盪 尤其台北股市近期連續兩天的反彈起來之後 這裡封關之前會有點震盪 我覺得這都是蠻合理的現象 所以這地方只是比較偏個股表現 但現在面臨到的問題就是說 整個台股在封關日 大致上有8個交易日跟國際股市脫軌 所以這個盤到底在新春開盤之後 到底它會怎麼去走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今天就針對封關期間的這一段期間裡面 我們要注意到什麼樣的一個現象 到底未來的盤勢會怎麼去走 我們來去做說明 我們就直接來看 台北股市今天到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整個指數是小漲的63點 其實表現都還算不錯了 但重點就是說 台北股市會不會在這兩天就去創新高 我覺得因為在封關之前 多多少少會有一些觀望的一些動作在 所以台股在這地方去走震盪 算是合理了 我覺得這地方這樣走震盪 大家都可以接受了 都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但重點就是說 如果說你在新村開盤之後 你這個地方沒有再去挑戰前高 或是你在這邊走震盪之後 反而是在新村開盤之後跌下來 那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 它就已經有做出 頭肩頂的一個形態出現 所以我們這幾天就跟大家講 就是說它到底是要創新高 還是會有做頭肩頂的一個疑慮 目前還有一些變數在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研判 我們會發現到 昨天美國股市表現都還不錯 都是漲了1.5%左右 像是道琼昨天也出現反彈 但是它目前的位置就在月季線之間 高科技股目前就是 它離月季比較近 所以這兩天反彈起來之後 目前還沒有過前高 就是在月季跟前高之間 但是如果我們從亞洲股市的表現裡面來看的話 亞股近期就是大致上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這是南韓 那像是日經指數呢 目前也是維持區間 像大陸股市呢 目前也是維持一個區間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去研判未來的一個盤勢 我們先來看 昨天美國股市上漲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民主黨要啟動紓困案 需要能夠快速通過 因為共和黨這地方是不同意 1.3兆美元它認為太多 它把它減半 那民主黨這地方它要啟動一個紓困案 來快速通關 所以這個地方造成昨天美股 這地方出現什麼 就是一個刺激 然後讓美股出現反彈 可是我們去想一下 如果民主黨要啟動這個紓困案 那照理說就是 美國政府還是在繼續放資金 可是如果說當你繼續放資金 有這個條件的話 那照理說 美元應該要去走弱 可是我們就發現到 整個美元的走勢 其實在昨天的走勢裡面 它結果是繼續在漲 我們就從美元指數來看 美元指數昨天在創高 它現在已經站穩到整個季線之上 那我們之前有跟會說過 如果說美元太強的話 這會造成什麼 整個外資會有匯損的壓力 到時候它會有一些賣股 然後資金匯出的一個現象 所以如果說你從美元的走勢面來看的話 目前它站穩月季線之後 如果說我們從它整個月季線的一個成本的位置區來看 照理說 因為季線的未來這一兩三個禮拜 全部都是低檔 所以季線是一路的往下 那你現在月季的成本在低檔 從那邊開始要慢慢上來 所以月季成本也會上來 所以照理說 美元在月季線形成黃金交叉的時間點 應該就落在下個禮拜之後 也就是說 下個禮拜到台北股市新春開紅盤的那段期間 美元會有形成黃金交叉 那如果說你民主黨能夠真的通過紓困案 照理說 你這個地方的美元就不可以太強 那如果說它還有受到一些壓抑 那沒有辦法通過的話 美元再續搶的話 那當然對整個台股新春開盤之後的走勢 就要注意了 外資會有匯損壓力 這地方會不會造成一些 外資賣股的一個動作 或匯出的一個動作 這是第一個變數 那第二個變數到底在哪裡 我們再仔細來看 最近你會發現到 整個道琼的指數呢 它表現就比較偏弱勢一點 因為它的原因月線還沒上去 那今天是2月3號 台股是2月3號 美股是2月2號 那也就是說 在兩天之後 台股封關 那整個道琼的月線成本會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道琼沒有辦法再站回到整個月線的話 這地方好 就算說你站到月線你沒有辦法過前高的話 那你想想看喔 台股2月5號封關的時候呢 道琼的成本在這裡 未來這差不多有兩個多禮拜的時間都在高檔區域 也就是說你道琼除非是創新高 否則的話 這地方未來的月線也會開始出現下壓 那這段期間呢就是出現在什麼 封關期間的時候 所以呢 到底美股有沒有機會上去 這地方會不會形成月線下壓 封關期間道琼呢 這地方會有一個明確的一個答案 那再來呢 以高科技股的角度裡面來看 高科技股的月線成本目前還比較低啦 在這地方 但是呢 到了台股的一個封關日的時候呢 它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下個禮拜呢 還算是比較屬於休假期間 休假期間的五天左右時間 12345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到禮拜三的時候 就是說禮拜三的時候是開盤 那禮拜三之後呢 道琼的月線成本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那也就是說啦 到整個台股新春開盤的時候 高科技股的月線成本就會來到上面 那如果說你這地方沒有辦法再過前高 甚至於你這地方去走震盪 你月線成本上來 到最後如果說你再破一次月線的話 那整個在台股新春開盤的時候呢 整個高科技股也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在這地方啊 也開始出現有月線下壓的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說我們就從目前整個美元 跟整個美股的走勢來看 在台股封關的期間裡面 都會有一些變數 那到底情況會怎麼樣 現在我們也不知道答案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在封關期間的時候變數比較多 這地方呢就是建議各位 比較稍微停看停一下 那我倒是覺得說 手上的持股當然是能不要增加是最好 那如果說能夠稍微調節一點出來 我覺得反而你過年的時候 你壓力就不會那麼重 因為如果說我們從最近的盤裡面 可以發現到 有一些個股在整個指數反彈的過程裡面 反而這波的走勢裡面 都還在一路的創低點 一路創低點 像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其實還蠻多的啦 你看今天美率呢也是打下來 像是神盾啦 這類型的個股呢 近期的走勢呢 也都是出現一個偏弱的一個狀況 那比方說 像3324的雙紅 股價呢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最近都會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 很多個股呢上不去 反而開始出現下跌 所以呢如果說在這個時間點呢 每股又出現走弱的話 或是美元出現太強勢的話 那我想這個壓力一加重的時候 很多個股可能還會再創低點 所以呢 未來因為封寬期間呢 時間點比較長 所以呢 後面會有一些變數 那我們把一些變數呢 跟大家去做說明 那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 你應該採取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 稍微一下 把持股呢 稍微去做一些些的調整 那因為近期呢 這地方呢也不要抱太多的股票去過年 如果說盤是真的 表現還不錯的話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覺得過完年之後再回來買 其實都還來得及 因為很多個股打下來嘛 到時候有低點 我們再來去買 那這是我們對於 在整個封關期間裡面 對盤式的一些看法 那給各位投資朋友去做參考 那我們今天就講解到這裡 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要比較詳細的解說 我們到1點鐘的盤中 再跟大家去做分析 那我們就講解到這地方 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你在這地方 在做LINE留言 或者是在做來電 那我們1點鐘見 掰掰